流浪教师的问题严重 代课老师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但是呢部分代课老师的月薪 还不到两万二一个月 也真的是辛苦啊 而薪资也实在是太低了 光是高雄呢 就有三万个具有老师资格的流浪教师 就是不愿意去当代课老师 加上正式的教职缺额低 大多数的学校甚至也欲缺不补 台北市的国中国小代理教师呢 五年来暴增了六成 以前被视为是铁饭碗 现在老师变成了没饭碗 国一生物科台商这位邱老师 今年二十九岁叫真备取 在高雄五福国中担任生物科的代理老师 其实全校像他这样的代理老师 就有十六位 虽然领的是正式教师的薪水 但说到月薪领不到二十二K的代课老师 还是超有感 终点费是固定的 那跟你上授课的结束有关 那如果你授课结束少 那当然你的终点费就比较少 然后这是体育 余老师今年有两位代理 然后这一位是公民 掀开课表 国一的班级有不少代理老师 他们和代课老师不同 代理老师仕同正式教职 享有和教师一样的权力福利跟义务 也保障每周至少有十八堂的结束 而月薪领不到二十二K的代课老师 因为是以食祭薪 以国小每小时两百六十元 国中每小时三百六十元计算 要时间课结束少 代课老师薪水低于二十二K 早就不是秘密 有啊那一定有可能是没二十二K 因为一个代课结束 如果一个礼拜十节不过是四千块 四个礼拜就一万六啊 就没有二十二 教师公会自制影片 老师从热血满分忙到憋尿满分 就是因为薪资过低 高雄市有三万名流浪教师不愿代课 非正式教师的比例更是高达百分之十七 统计指出 台湾每六个老师就有一个是非正式老师 全台闹教师慌 加上教师名额低 大部分的学校又欲缺不补 让北市的国中小代课老师 从九十六年起五年暴增了六成 过去被视为铁饭碗的教职 如今都快变成没饭碗 老师辛苦 薪资也很苦 记得刘青环佩如 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